好,那么我们想要深情细腻的去做到歌曲当中的音乐处理 我们有五个大点 第一个点 有律动的节奏 我先把这五个点都说了 我先不展开 有的展开 有的展开一点 有的不展开 因为我们放到第二套课里面讲 第一点是有律动的节奏 第二点 细腻流畅的行腔 行走的行,腔体的腔 细腻流畅的行腔 第三点 准确清晰的读词 第四点 有感情的换气 嗯,换气 换气,交换的换 细细的气 有感情的换气 第五点 剑字的妙用 哪个剑 三点水 加一个车 加一个金 剑剑的剑 剑行剑远 那个剑剑 剑强剑弱的剑 三点水 加一个车 加一个金 剑字的 妙用 妙用 这是我五点的一个总结 这是说设计到一些干货了 一些关于实际操作上的一些讲解 先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五点都是什么啊 我不过多的展开 因为我们会放到第二套课里去把这五点完全展开聊 完全展开聊 这五点 我们首先说第一点 说有律动的节奏 节奏是音乐的支柱 是乐感的核心 节奏呢 既要求准确稳定 也要要求 更要要求 富有律动和充满活力 我们很多同学啊 唱歌啊 这个音乐的处理表达什么都不好 唱歌没有律动 像一滩死水 它不会流动唱 所以呢 我们唱歌的时候 它拥有了很多的表情记号在告诉我们 比如说 这个 piu mozzo piu lento 还有piano forte 这都是音乐术语啊 还有什么 dolce 很多的这种 还有什么 crescendo dimiendo 这些都是音乐表情的术语 在节奏当中 我们首先要知道 几拍 几几拍 四拍 还是三拍 是六拍 还是八拍 还有些是 复合拍 像15拍 20拍 这些我们在 这个音乐学院 都去学过 去打 非常难 有时候你都反应不过来 然后15拍 85拍 怎么打 对音乐的节奏感 一定要掌握得非常的强 还有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演唱过程当中 它有很多速度的一些定位 andante allegro andantino largo larguetto 行版 快版 小快版 小行版 广版 小广版 它有很多的这种 还有慢版 慢版 有很多这种音乐的速度去 供我们去 学习 所以你在速度上和节奏上掌握不好 那你的歌怎么能打动别人呢 都快把人托死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我有学生唱歌 托呀 再托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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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到我自己都觉得最后我都无力 无力感 觉得又好累啊 这个歌唱的 怎么这么累啊 就是太托了 学不会律动 所以呢 我们要 把握节奏的基本律动 我们的拍子啊 要学会拍子 所以我 第一节课会带大家认识拍子 认识调号 认识拍子 那么给我们的爱好者 提一个小小的建议 如果大家呢 想把歌学好 还是建议大家 学五线谱 五线谱 比简谱 你能看到更多丰富的一些 音乐的一个表情记号 音乐的拍号 还有音乐当中的和声 因为五线谱 它有钢琴伴奏在下面 有和声的支撑 可以看到你的单声部旋律 也能看到钢琴的 下面的铺垫的伴奏旋律 你可以整体的去看这个歌曲 你才知道怎么样的律动 怎么样的节奏 比看这个简谱 我觉得要在歌唱的细腻的处理上 会更强 所以我建议大家去学会看五线谱 我第一节套课 第二堂课的第二套课的第一节课 会教大家 看谱 读谱 学谱 学拍子 学律动 这是我们的律动里面 还有呢 我在这里面还细分了很多 比如说 我专门细分了 细分了这么 我看啊 大概是 细分了三个 两个点 细分了两个点 一个点叫细心的唱好后半拍 还有一个点叫 用心唱好休止符 细心 对 第二套课是用五线谱 对了 第二套课是用五线谱教大家啊 对 因为我是希望大家掌握五线谱 好不好 哎 跟大家商量啊 咱们大家学点五线谱 大家是非常有好处的啊 所以我会在第二套课当中 给大家展开 去教学 细心的唱好后半拍 还有这个用心唱好休止符 就是休止符也是音乐 休止符也是一种情感 后半拍就更是了 这是我们所谓的若启啊 对不对 你看很多用正拍去表达的音乐 正拍是一种情绪 是一种坚定 是一种情感上的一种 直接的一个音乐输出 但是后半拍呢 它通常表达什么呢 我们有没有感觉后半拍表达什么 没关系啊 不会就教你们五线谱啊 不会 没关系啊 会里尔会教大家啊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啊 我们不是考试啊 就告诉你 就是五线谱都在哪个线 都在哪个线 咱们不是考试啊 我会要让大家看明白 五线谱上面的一些表情记号 教大家拍子表情 我会结合着五线谱去教 两位同学太能干了 谢谢你们 哦 对对 好 大家说一下就是 后半拍给你们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在情感的表达上 情感的表达上 嗯 嗯 对 大家放心啊 我李老师考虑到咱们的爱好者 不懂五线谱怎么办 放心啊 保证你们一看一秒就会了啊 咱不是考试啊 嗯 对你们的要求 不会说是像对这个 呃 这个 呃 我的 我的这些 呃 这个音乐学院的学生呢 是不一样的 嗯 我是让大家在五线谱当中 看到一些 音乐上的一些 小小的那些 哎 窍门 音乐当中的一些处理 好比我教大家拿着一把钥匙 去开这些锁 嗯 它是一把一把的锁 帮大家去打开 这些锁都不在简谱里 这些锁都在线谱里 啊 直接打开 我一说你就懂了啊 嗯 不难不难啊 不难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 我们依旧会把这个歌曲的简谱给大家发到群里啊 但是外国歌估计够我们够呛能找到啊 中国歌我们都能找到简谱啊 我们还会在在我们的第二套课的群里 让我们的管理员 让我们的管理员发 发这个中国歌的五线谱和简谱 然后外国歌就只有五线谱了 外国歌我们找不到简谱啊 对 不过我们可以帮大家标啊 帮大家写上 可以帮大家标上啊 标上我们的那个五线谱上面都 我们就写我们就写个一 是不是 RAM写个二 会帮大家标上 嗯 好 大家还没有回答说后半拍 如果拍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表达 嗯 但还没有说还没有说这一点啊 好 我给大家解 给大家解答一下吧 我给大家问住了 后半拍 其实它在情感的表达上 它通常表达的是一个感叹 感叹 强调 询问 感叹强调和询问 我们通常会用后半拍 后半拍 比如说你在说 你在说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要是用后半拍说 你用后半拍说 会让别人觉得你更加的强调这句话 更急切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说 我恨你 我恨你 这是正牌 我恨你 但我用后半拍说呢 会让我们觉得这个语气感会更加的加强 我恨你 我 我 你看它会吸一口气才说我 它不是我 它是我 我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后半拍 若启拍 在我们的歌唱情感当中 会有一些非常细腻的一些情感在里面 这个跟我们去演这个 演话剧当中的台词课 它也会说到这些 什么时候你是正拍说 什么时候要后半拍说 后半拍也给人一种欲言又止的感觉 是你吧 是你吧 你看 是不是 有一种欲言又止的感觉 它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节奏 会让我们找到 找到歌曲当中的一些音乐处理啊 对不对 还有在这个拍子当中 再给大家举最后一个例子啊 我们就不在这停留了 最后一个例子 就是三连音 三连音 给大家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大家喜欢唱三连音吗 或者说大家觉得三连音好难啊 大家觉得三连音好难唱啊 三连音 大家可以给我打字互动一下啊 马上就讲完了啊 大家不用太累啊 我再讲五分钟讲完啊 喜欢 喜欢唱三连音 好难的 是的 紧迫感 有的时候起迫 有的时候喜欢 喜欢唱三连音 我也喜欢唱三连音 三连音不好唱 三连音有时候唱成唱就把它唱成了 就把它唱成了这个前十六和后十六 是不是 三连音是什么 在一拍当中 一拍当中唱三个十指相等的音 十指相等三个音 就像等边三角形一样 三个音那它们的十指是一模一样的 谁都不长谁也不短 前十六呢 是 前面两个音后面一个音叫前十六 这叫前十六 后十六呢 后十六什么 前面一个音后面两个十六分音符 前面一个四后面两个十六 不对前面一个八后面两个十六 这叫后十六 或者说什么 大大大大 一个八加一个十六 加两个十六 一个八加两个十六 大大大 然后大大大 但是三连音不是 三连音是大大大 是不是 大大大 大大大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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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平均 非常平均 它可以有什么样的音乐上的感觉 情感上的感觉 不算难吧 夏天的雪不算 挺难的 挺难的 我给大家说一首歌 你们回去练一下 咱们今天把这个歌当成作业 好不好 就是全是三连音的歌 全是三连音的歌 看大家谁能唱准 看大家谁能唱准 古老的歌 听过没有 这是首古老的歌 如果你把这个歌给我唱唱 这是首古老的歌 就错了 这是首和这是首古老的歌 这是首古老的歌 八山的 你要唱八山的 就错了 回去唱古老的歌 咱们作业是古老的歌 好 给大家说什么感觉 其实呢 三连音带给大家一种 首先我刚才提到了一个等边三角形 它就是稳定感 稳定感 但是这种稳定感里面 第一 也是语气的加强 语气的加强 但是这个加强 跟我们的若启又不一样 若启的语气加强 其实是急促的 但是三连音的语气加强 并不急促 三连音的语气加强 是更加的这个 有一种庄严肃穆感 大大大 是一种庄严肃穆感 所以大家 可以去多听一些音乐当中 去关注一些三连音 它们会在什么地方出现 通常就是在这一句 就是比较严肃 比较肃穆 比较庄严 比较庄重的一些音乐当中 它运用的三连音会比较多 比如说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 表达的是严肃 庄严 然后还有这个语气的 语气的一个强调 我给大家哼一下 咱们的义勇军进行曲 那就是一个三连音 给不给你一种力量感 稳定感 稳定力量感 还有什么 问也有三连音 对 稳定力量感 然后还有这个语气的加强 还有这个歌曲 带给我们的严肃和庄重 庄严感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 音勇军进行曲当中 我们如果不用三连音 如果我们用一个后十六 或者前十六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起来不愿做努力的 努力的努力的人 起来不愿做努力的 棒棒棒 是不是 大家有没有感觉 有没有感觉 就是三连音带给你那种庄严和稳定 和这种语气的加强感 棒棒棒棒 棒棒棒棒和棒棒棒棒 是不是 它一变成别的节奏感 一下子就削弱了这个歌曲的力量和庄重感 所以这种感觉呢 会经常运用到一些进行曲 进行曲 比较严肃的一些音乐当中 用三连音用的比较强 加强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在演唱三连音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三连音强调出来 强调出来 不能示弱哦 拉一些大调性的协奏曲 会很多三连音 对 所以我们要去感受 节奏带给我们的音乐当中的 这种不同的一种 情感上的一个展现 在节奏当中 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对 进行曲 对的 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这是有律动的节奏 在歌曲当中处理 那么第二点 我说了是这个细腻的流畅的 细腻流畅的行腔 因为我们说节奏是歌曲的骨架 那么行腔就是歌曲的这个血肉 骨架是节奏 那么它这些血肉和肌肤 就是我们的行腔 在歌曲当中要细腻流畅的行腔 怎么样去运用你的腔体 怎么能让你的字 全部都在腔体里面出 在腔体里面去演唱 这是我们第二点 我也会在第二套课着重去聊 第三点是思想连贯 一气呵成 在歌唱当中的 这是一个思维的问题 然后怎么去把整个歌曲 它的这个调性 我们找到它的一个AB段落 是回旋曲式 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歌曲的节奏 所以歌曲的结构 然后我们会在这个结构当中 怎么样一气呵成 让AB段落还是AB段落 让它能非常的连贯 这是第三点 然后我们第四点 有感情的去换气 还有我们剑字的妙用 就是后面这两点呢 我先着重说一下最后一点 就是剑字的妙用 就是剑剑的剑 剑字的妙用 就是在唱歌的时候呢 我经常会给学生讲 说你唱歌呢 不要说硬体 硬体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力量 所以我们要软体 软体其实就运用了 剑强剑弱这个剑字 所以所有的歌呢 我们要学会气在身头 用气去铺垫这个声音出来 比如说咱们第二套课的 第一节课我们讲到余光曲 余光曲 余光曲 云儿 每一句都要让气走到声的前面 这叫气在声头 那么这个声音一定是 渐渐渐渐渐强的 那么当你学会渐强的时候 你的声音就有了一种音乐 就是情感上的处理 而不是 月儿飘 而是 月儿飘 才过 这是剑字的妙用 到我们那个推上高唱 我们就是从我们的A段落 到副歌的时候 怎么能让它渐渐的推到高潮 而不是到高潮 突然间变化 成另外的一个很强的一个音色 在这些方面 我们都可以在第二套课里面 根据我们这些作品 我们进行讲课